來行的 所以不歸有兩姓瓜跟瓷瓜 這就沒有的 這就是兩姓的 我們有這個村子 大村、中村、小村 這是我們拍攝市場在說的 現在比較不在那裡了 所以這果種 大部分是一千到一千三 也有六百五到五百 你說噴笑的我一位都這一種 這多少 這個差不多五百五到六百 一斤左右 你看一斤 你如果看我的市場都爆 四十三個都是大顆的 不是 我跟你說 一月到十二月 果種 果種 二月、三月、四月、五月 是果種比較重的時候 一千多公克 你如果到這個時候 十一十二 六百五到六七百 那頂度呢 這個時候比較高 九月、十月、十一月 你了解嗎 所以我們的五個月當時好吃 這個時候好吃 不過再來一、二月就不好吃了 喔 地道就落外了 喔 所以了解嗎 所以是怎麼會這樣 喔 那中間這段 就比較少 中間 六、七月 是地道最壞的時候 是怎麼 因為落後 更久 比較沒有穩定 它就越來越壞了 喔 我們這個時間的木瓜 比較小顆 是怎麼 因為熱天比較熱 熱天熱的時候 這個木瓜 這個木瓜是我們 熱天的時候開火的 大概是 我算一下 一百三十天 你應該算 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五 所以 它這個時候 就沒有看 你給它看 小顆 黏它打開 字 字 字架很少 喔 它這裡如果 有的木瓜 會不會打破對不對 字就只有生在那裡 所以木瓜 會受粉 如果有字 它的瓜子才會大顆 啊 木瓜的瓜子 如果 如果 如果如果是沒有受粉 它的瓜子就小顆 這樣清楚嗎 那為什麼不受粉 因為夏天太熱了 不會開 那個火粉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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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沒有火粉 還不會補給 它就 過了一小顆了 啊 啊 那個 我們這個時候 它的火粉就覺得很好 十一月到二三 到四五月 花粉都不錯 啊 那個瓜子有沒有 就會比較漂亮 這就是特別的所在 目規 無限的所在 齁 不停 啊 可以 有 不停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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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